這副其實有點怕 哇哩啦 一般來說其實你想留的是咒法之流 然後可能可以留泉水啦 也可以全換然後找咒法 這是純法術法 拿到這個秘密還不錯喔 希望他不是用轉筆狂射的那種法式的那種牌組啦 所以 伍物 看起來可能不是 應該沒有打退化牡丹 看起來就前行之類的 蠻有可能的 選擇不攻擊 所以我等一下可以泉水泉水 然後還有4顆水晶 其實比較想拿到咒法啦 咒法還蠻重要的 錢幣詐騙 他另一張也沒攻擊 咒法 所以我可以先打咒法 抽牌 所以我們有腦不凍結可以處理這一張 理論上他應該要現行啦 我們可以打克孫之星之類的 克孫之星 有一張咒法之流 整副就變強很多了 哇 繼續抽 咒 這樣子 直接斜熱攻擊 應該直接烈焰吧 因為現在可以腐化這個丟圈圈 然後我們等一下可以極度冰凍 來 站一點場 唷 這邊我們可以丟圈圈 有點想打退化魔彈 OK 那幾度冰凍囉 對圈圈圈應該有 那個火焰 憨憨吧 不知道覺得你那張還在不在 哇塞 準備劈砍 哈哈 他真的只剩下九張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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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丟圈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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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就動所有手下吧 哈哈哈哈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能量之拳現在還蠻容易 拿到沉握的 所以他幾乎沒白喔 他幾乎沒白 現在沒有冰霜星星 欸 欸 安安 不要 再一張蜜桶 他基本上把牌綠光 喔還真的有這個喔 只不過在牌庫最底喔 呵呵呵 OK 燈器 我們可以再退化一波喔 想要把這個退化掉 想要把這個退化掉 可思維面具非常好喔 他剩三張牌 理論上應該要帶兩個 瑟瑟憨兒才對 瑟瑟憨兒其實還蠻危險的 他還有一個致命毒藥 一個蛋機加速結的樣子 然後他還有一個P砍課程跟 自動打魔劍 可他應該不會想打 最後一個 P砍課程了吧 我會抽到沒白 我會抽到 頂尖爆發 贏了 我們防一下頂尖爆發出些 太詭異的東西 GG 讚讚 就是力量 限留 沒看錯吧? 對,沒有看錯喔 雙咒法 現在的手下牌齒感覺有點少 其實蠻常拿到這些東西 Fuck 這也不大好 我還是要下咒法 搞不好應該下這個 有點要被尻翻 他雙劍洗洗手也太苦罷了 說實在 呵呵 他等一下會提把斧頭起來 蛤? 喔 他這樣有點浪費 為什麼我這張是是非 我打了兩張咒法 不是嗎? 引爆喔,腦不凍結 爆炸舞蹈 我猜是爆炸跟冰凍吧 那兩隻選真的有點雷 沒有,他沒有辦法 沒有中 沒有中 魔鬼 換取 好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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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解喔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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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這樣就超級防法術了 不過其實這兩張是不搭的啦 他要連續打兩張法術才會這兩個都觸發 再見冰凍 我可以兩張都打喔 GG G 全換沼咒法 其實剩起來真的蠻強的 基本上應該都要用那個秘密套件 如果沒有武器的話就是另一個世界 就聖騎我覺得現在問題是太看那把武器了 好 好像應該叫他 還有懺悔嗎 我也沒 我以為這遊戲沒懺悔 我打錯隻了 洗費魔像 他直接不測欸 OK 哈哈哈哈 OK 側氣化 他完全不防聖弩 嗯哼 嗯哼 靠我一個打你們全部 CZ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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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F 爽 呵呵呵呵 他竟然不親這個聖弩 你剛剛有聽到嗎 這本一定要等 快去圖書館找書 CZ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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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 搞不好應該留著長啊 欸?有多秘密喔? XD 哇! 震速人 這尤格來了的Bug 很憨 也是最近才有的 他已經沒有尤格來了 對阿 放...犧牲 恩... 恩... 他秘密神真的好強 呵呵呵 還最後一張報復喔 看起來是最後一張報復 恩... 恩... 倒死 恩... 穿este 恩... OK OK GG 呵呵呵 大家早安 隨時今天的克孫法術法 那整副由大家所見就是全部都是法術 因為克孫本身也會變成碎片 然後就是變成法術 有幾張就是可以跟這種東西combo牌啊 那就是能量之拳 然後咒法 然後還有這個清涼泉水 零費抽二 還有頂尖爆發 那這裡面最強的其實是咒法啦 基本上我們起手大部分都要全換來找咒法 所以這副就有點不穩定 然後如果說對手一定是快攻的話 可能就要想別的事情啦 不過現在Meta裡面大概只有 可能聖騎一定是快攻之類的 然後這副現在還有一個額外好處是 因為你除了能量之拳 就是你會拿到手下之外 還有最後拼到拼好克孫會拿到手下之外 其他你是沒有任何自己打出手下這個動作的 所以對哨所來說其實 就是稍微可以防一下哨所 所以哨所如果很夯的話 其實應該是還可以的 然後另外一張很強牌是這個丟圈圈 你可以想像這個丟圈圈圈 然後再抽一張牌的感覺 然後因為你有可能在降費他 所以他有可能變得更噁心 就丟圈圈價值其實超高 然後在這個 如果是內戰的話你其實 一樣就很想要奏法 然後丟圈圈有法反跟那個 虛控之風之類的那張 秘密都是很強的 然後還有作弊遊戲可以抽牌 所以選秘密其實也是一門學問啦 再稍微叮嚀一下就是這個 清涼泉水如果被降費之後 你要先花一顆水晶 然後再打這樣盤 因為他會給你四顆水晶 所以你必須要稍微盤算一下 因為這是重置 就假設你三費打他的話 他只會重置到三費而已 然後如果說這樣清涼泉水是三費 然後你四費的時候打他 你最好先花掉一顆水晶 然後再打掉清涼泉水 他就再回填到四顆水晶之類 非常強 或許最完美的搭配並不是這樣 因為其實我有看到別人有帶 符能學園研讀 然後還有補習課程 可是我覺得那一副好像 沒有比較好嗎 然後我也有看過帶野火的 可是就因為你 牌組裡面不能帶任何手下 所以你帶野火的話 你就要賭能量之拳 拿到一些 就是英雄能力手下 好啦 謝謝大家今天收看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 按讚還有訂閱這個頻道 然後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留言 或是有什麼想講都行 那我們就走得見喔 希望大家喜歡這影片 哈哈哈 掰掰 皮膚緊接觸 Sapp垃圍 Protect The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